实力不佳的杨超越为什么人气如此之高? 在这批参加101的姑娘们,条件最差的也就是杨超越了。 网友戏称其村花,所以杨超越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全村人的希望了。 但实力与唱功实在令人无力吐槽。隔着屏幕都能感动漫漫的尴尬,简直是车祸现场了。 作为一个选秀歌手,最要不得是他唱歌进不了调跳舞还得打拍子。 那为什么慢慢草点了他却人气高居不下呢? 根据分析喜欢杨超越的大概还都是钢铁之蛮,毕竟杨超越小姐姐的言还是很能打的。 有时候和吴轩一小姐姐站在一起都毫不逊色。 168个个字,大长腿,小小的脸,小小的手,在101正的节目给人的感觉也是蠢萌蠢萌的,这样杨超越怎么会有人不爱。 还有就是杨超越真的是很努力了,但是毕竟是农村出身,从小没怎么学过舞蹈才艺,所以自然和其他小姐姐差许多,好几次因为压力太大,当场累奔,让人心疼不已。 上周六的演出更是把杨超越推上了微博热搜,演出车祸现场甚至出现了热搜紫红色,这直接把创造101推上了风口浪尖之上。 两个半月的集训,本应具有精湛的表演竟然出现了失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于是101就具有很大的争力性了,这档本来还挺小众的节目一下子就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围绕着杨超越展开了101的选拔方式是否公平的问题。 101是由网络公开投票来选拔选手的,但这样的话仅仅凭借出色的外表就能获得不错的排名对于整个比赛又是否公平呢? 而杨超越在之前的网络投票中所获得的高名次,有一次竟然超过了山之大哥孟美琪,孟美琪已经成功出道,而且唱跳长相俱佳,这就让人怀疑是不是有幕后推手了。 杨超越的粉丝解释道是超越自身的努力。 之前黄紫涛问杨超越,你为什么能出现在这个舞台? 。 这确实令人挺惊诧的,她之前是在CH2女子组合,这个组合是由八位素人女孩组成,组合成立也并没有对外宣传女孩们的学历。 就这样,杨超越带着这个组合通过层层选拔参加了创造101。